这些人 这里地处偏僻 我相信 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没摘得高 别人是抱不走的 什么意思 我们每日服侍一种丹药 身上有味儿 人是闻不到的 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 才能闻得出来 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 他都能找得到我 你有话不早说 非得这时候才说 既然你不及时说 那你就闭嘴吧 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 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 是吗 本王活了这么久 还是头一回听说 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 我家军少乃是黄氏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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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 就给了我把少剑 只要少剑一放 不管我在哪儿 他们都会来保护我 那些肃老实在你 是黄氏血脉 在上面 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吧 走吧 多亏有西红紫在 瞧他那堆一样 这丘龙主会更烂吗 你在 现在这么严肃 你还能开玩笑 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小 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 走 寻香鼠生性敏感 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 一定会东躲西藏的 你们再看 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 放心大胆 往上跑的样子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人意 不好 露馅了 快跑 快跑 我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 你们先走了 我等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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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追 是 追 是 阿斐呢 猪姑娘 留下来断后了 他断什么后啊 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吗 齿大侠 这样 你先带吴小姐走 我去找阿飞 好 稍后跟你们会合 若是 半个时辰后 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 我带他们俩 先进入恒山密道 然后 我再送吴小姐 去四十八寨 好 多谢 我 完了 我的丹田七海 已经被那几个 这会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 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 罢了 你只能学信运那丝 呼呼人了 四孝山是吧 我看你这水平 还不如沐小桥呢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猜 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 抢好了 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 让你开开眼 给我追你 给我追你 你胆掉青龙主啊 你怎么不上千呢你 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 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 就你这点力气 顶多拽一篮事 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 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 笑什么笑 这货全身透着古怪 我却依然能无端地信任他 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 你是要造反吗 造反前先逃命要紧 是 你找什么呢 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非常隐蔽 挺难找的 阿菲 阿菲 这边这边 这边你就会在这边 来看 我来看 你不想它 你不想是 你不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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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针牛啊 刀呢 药你管 少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 你可 虽然不是刀 但是我也没别的了 凑合用吧 你哪来这玩意儿 哪来壮胆吗 我刚才捡的 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退自己人 怎么这么凄凌啊 这位英雄 咱能不能别以后 一到关键时刻 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 你 阿贼 你们别争了 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忙撞了 我 我们都很担心你的 我 他不好好的嘛 我不是也好好的嘛 是啊 你人是好好的 但就是啊 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 等我回去啊 准给你做一个特质的碑下 七八个插口 插满排一圈 等你出了门呢 插上个七八把打砍刀 准跟开瓶似的 又好看又方便 省得你不够用 你回哪儿去啊 回 回 回 跟你回四十八站呗 走啦 阿贼 快点走啦 走 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 我看青龙主啊 多半伤得不轻 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 他也不会逗留太久 走 他们人呢 主 主人 整座山都搜变了 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现在恒山脚下 他们一定躲进了密道 传令下去 转战恒山派就职 是 阿贼 查探怎么样了 这个密道四通八达 有很多机关 而且有很多分岔口 我们人在地下 本来就容易分不清 东南西北 再加上 我们没有地图 很容易就被困在这里 这怎么办呀 我不想一直在这洞里待着 没办法啦 现在 也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了 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儿 周姑娘 周姑娘 我听说 休息破血刀枕 常常大器晚成 但是 我看你的刀法出城火候 你从小就开始练 练几年了 我娘 在我练出门的时候 娘说 不要轻易套路地心 我不是从小学的 大概两三年吧 两三年 闲太长了 一两年吧 反正差不多 除非是走捷径练魔功 否则但凡是天下绝学 那都得有个数十年之功来填不可 你这静静 已经堪称神速了 行了吧 我有自治之名 就我这水平 现在就是 有鲁家学 所以阿飞 你到底学了多久 半年多吧 我体内含有窟窿真气 感觉 正在渗透到梅式的破血道中 是啊 这一路上又几经生死 我们不怕死的周大侠 被各路英雄又捶练了一遍 也是难得的机遇 偷听我说话 干嘛呢 后生可畏 主人 入口在那边 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 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 他们一时半可应该找不到这儿的 我看敲锣 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 大家 不必慌 是啊 我刚才探查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结果 要不是 我熟悉这里的路 否则 很难从外面走回来 那老家伙进来容易出去呢 今天谁到底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 要不然他们偷偷摸摸进来偷袭我们便是 敲什么破锣呀 我带着珠宝 金银珠宝 离国成断 何曾利息过 摊财也好 超资也好 想要什么 何时不给过 要跟骨骼敲敲说什么 山川剑洞随口发到了 不知神的 现在乖传的寒暖流 我绝不追究 好不好 看来青龙主是抓不到你 事不罢休了 二十年前 他为了我父亲手里的这个宝物 不知道算计了多少人 如今 这东西落在了我的手里 是被他自己亲手养的狗偷走的 你告诉我 他能有什么好心情 莫非你是狗东西 还跟你家有什么关系不长 是 那就更不用火了 当年你家早被我手下这位兄弟灭了门 你这年纪 无计是哪儿忘出来是野种的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种 不妙 我好像听人说 青龙主手下有一批敲锣人 他们都是瞎子 能在黑灯瞎火中靠三更锣的回音 判断前面有什么 要是这样的话 那些胡同还有机关 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探 就能及时退回来 恐怕这么一到 困不了他们多久了 齐大侠 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多久能找到我们 这倒不好估量 倘若真如你所说 恐怕很快就会找来了 你带什么去啊 你带什么去啊 我先出去探一探 万一外面暂时安全的话 我们先撤出去比较好 你放心 四十八寨我都探的 恒山灭倒也不在话下 你先在这儿等着 怎么老往外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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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龙主等杀 来着何人 躲躲闪闪的 算什么好汉 往前走 好 像你这样的女孩 若是还成别人来教 肯定会让你选择 尖刺 长鞭 这等胜利技巧的病人 要不然 也会让你习得一手 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 只要轻功过得去 也足以保命 真不知道 你的长辈是怎么想的 竟然让你用刀 还偏偏传了破血刀给你 是 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 筋骨不够粗壮 练刀事被公办了 所以呢 那有没有人问过你 以你这样的出身和模样 即便是骄纵无能 也足以顺遂地过完这一生 让你不必在刀尖上填血 四处颠沛流离 绝世的才华 与倾城的容貌 本就是这世间罕见的宝物 但是 一旦对他生出倚仗 他也很容易 变为你这一生 无法摆脱的魔障 我当年 就是太过适才傲物 太把自己当回事 才会犯下那样的错 哪儿这么多废话 到底想说什么 好 那你记好 将来 谁同你说这样的话 都是在害你 你连一个字也不要信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可要听好了 前辈请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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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无匹 无常 无风三世 乍看之下 这招式平平无奇 但是很多人 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参透 若是过不了这一关 即便是刀法在精 内力在身 也只是无魂之道 周姑娘 我是担心你修炼多年 恐怕也会一事无成 你说这么一大串 就是想咒我一事无成 我出去探过了 青龙主留了一些人在外面寻山 不过人不多 大批人们都下了密道 所以啊 我们现在出去比留下来安全 要走 我们现在就走 周姑娘 你到底是想和他们一起逃 还是愿意留下来冒一次陷 与我一同杀了青龙主 若是你愿意留下来 与我杀了青龙主 我可以将断水蝉丝传给你 你只需要帮我拖住青龙主 剩下的我自有办法解决 不行 你让一个小姑娘替你升抗 四象山的四位主人之一 除非给他吃一颗台上老君的仙丹 鸡大侠 不是晚辈无礼 而是是非宠辱都是过眼云烟 能忍一时又能怎样 二十年前 你就非要钻牛角尖 现在你还钻 你 阿斐 那个小白脸的死活 我当然可以不管 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处处 你们先走 既然你说你自有办法 我可以留下来帮你 不过我的话你也听好了 我留下来 是为了对付那只大老鼠 至于别的 你不必教 我也不会学 更不会转投其他门派 南北双刀并行 我看在我外祖的份上 本不该对你不敬 但如今见识了你这样的前辈 少不得也要说一句 断水蝉丝算什么东西了 是啊 断水蝉丝 它不算什么东西 但不管如何 谢过姑娘了 我们先去把洞 堵上吧 找到他们了吗 卫兵主子 这条通道里没有任何阻碍 他们应该就在最深处 好 继续往里追 是 是 走 送魂阵 你刚刚说什么这 你刚刚说什么这 周姑娘 我 想要应对青龙主 只有我北刀招式可以牵制住的 别看我现在如同一个废人 但以我曾经的功力 足以与青龙主一决胜负 我要用这搜魂针 逼出我以前的功力 但 这搜魂针 一旦下针 我需要闭目养神 一时半刻的功夫 才能起效 还要劳驾舟姑娘 帮我牵制住青龙主 带到我回光返照的那一刻 好 好 现前 你看不上我北刀 那我可否以断水沉思 向你领教一二 怎么领教 说我不能武斗 周姑娘可知何为文斗 武斗是交手 文斗 是过分招 文斗中人呢 或者只是互相解说招式 或者是在互相不触碰的情况下 比划个一二 谁也不伤谁 非常和平 周姑娘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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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姑娘 请你用南刀招式 出三招 我以北刀来应对 请 怎么突然之间 阿斐的状态就变了 因为在阿斐的眼里 他刚才已经被断食蝉丝 一刀两断了一次 外面的遮挡 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 最后恐怕还是需要 赵姑娘出手相助 此地空间狭窄 他们人数再多 也难以一拥而上 这是我们的优势 这青龙主 最擅长以强其弱 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 必然会亲自动手 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 你所能倚仗的 就是绝带刀术 接下来我就让你看一看 这绝世的杀术 在这一宿时间内 若你能在此刀下 走上二十招 青龙主一时半刻 奈何你不得 再来 主人 左面通道没有发现情况 主人 右面通道没有发现 主人 我们也没有发现 难不成他们会在 山洞里面消失了吗 去把顺风锁给我叫过来 得定 为什么不出招 不出招 因为除非与你对阵的人 功力远逊于你 否则你刚才那一招 要是变不过来 不是兵刃脱手 就是伤了自己 连你都看出来了 去把你吃的 我放在这儿 你只能吃了 我 我 你只能吃了 不放在这儿 你也要吃了 你把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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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闻哪 一边呆着去 谢公子 这个还真的不好顾量 也许一盏杂 也许就是一个时辰了 谢公子 你是不是还想劝劝阿飞啊 这个丫头骗子 乱心就两张指那么厚 我要是再说下去 就是喋喋不休地讨人烦了 要被她在心里 拆飞二里地了 阿飞虽然脾气不大好 但是 她是我最值得信赖的 你别这么说的 软化必然是不行 这要是来硬的 可就不是二里地那么简单了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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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带吴小姐走呢 万万不能待在这里 她现在不听我说 你来跟她说 阿飞 我跟着你 你留下来 我就留下来 穆小姐 穆小乔什么样 你可是亲眼见过她 我见过啊 而且这个青龙主 应该也不会太差 怎么了 此人为四象山主人之一 就说明她除了武功以外 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手段 她一旦顺着这个密道过来 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 能对付得了的 落到青龙主手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我不吓唬 你自己想 不吓唬 你不吓唬 你跟谢大哥先走 这里交给我跟姐大侠就行了 我以为一个人最难的 未必是要有惊天伟地之才 应该先知道轻重缓急 什么时候应当一网无前 什么时候应当誓死如归 什么时候该锦小慎微 什么时候又要暂比锋芒 都要心里有个书 该永世优柔 该退时发疯 也不知道是哪家君子 不合时宜的道理 你 姓谢的 你是在纸丧骂怀吗 我只希望我纸的人 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家 再好好练练刀吗 只是 像青龙主那样的霸主 必须早死 谢公子眼光了 这种独到 看得出来竟同不少兵刃 可又专攻过刀法 惭愧 在下专攻的只有一门 就是如何逃之夭夭 单刃在前是刀 双刃是剑 刀乃百兵之胆 因为有刃的一侧 永远在前 没错 只要不是自己抹脖子 若是没了这点精气神 什么断水蝉丝 还是破血 都成了繁铁蠢物 我就是前车之剑 破血刀有披山汉海 横切天河之势 如今当斩之人尽在咫尺 他杀心已起 你若此时劝他退避 想必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 此时的无能与怯懦 纵使他能够活到七老八十 那他在刀法上的成就 恐怕就止步于此了 不用说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要是真怕死的话 早就离你远远的了 我 我说错话了 我当你是平生知己 你却当我怕死 齐大侠的色魂针凶险 我替你把关护法 好 谢 谢谢 现在就指望你了 不要让我失望 通路阵 好 周姑娘 时间不多了 再来 好 再来 好 走 好 年轻人 好 快点到啊 weg 这边 我还要是 现在看我守卫一封了 阿飞倒不至于没有还手之礼 为什么 她的武功杂而不精 与人交手时又颇有极致 常常能出其不意 尤其是跟那老道士 学了浮游阵之后 她这千变万化的风格 更是如虎添翼 即便真的遇上秦龙主 也能周旋几拳 可关键就是 她与几千辈 并不是真刀真枪的动手 不是真刀真枪 又有什么关系啊 文斗 在外人看来 可谓是又平和又无聊 因为你根本看不懂 两个人在比划什么 但是对刀法和剑术的要求 却是极高 因为在武斗时 灵灵 力量 内外功夫 甚至心态 都有可能会影响 你的意思是说 阿飞坐在这儿文斗 会限制了他的发挥 是啊 眼下几大侠就坐在下面 阿飞不能围着他上蹿下跳 首先俯幽阵法就使不出来了 而且 他也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招数 去对阵断水蝉丝 他只能用破血刀 一朝一世地 与他拟来我往 这确实 也是为难阿飞了 几大侠是北刀的集大成者 虽然武功已经废了 但一点一动 俱使步步惊险 能轻易 将人卷入他那看不见的刀锋中 也不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阿飞可不可以成功 他有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 主人 找到了 阿妃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周姑娘 刚才 你完全接下了我武招 刚刚 在刀与刀接触的一瞬间 我好像摸到了山市的精髓 以极薄撬动极尖 以GUV撬动极厚重 虽然山市破血刀的第一事 我早都已经学会了 但是 直到刚刚被前辈激发出来 我才算是真真正正地领悟到了 可以啊 这短短的时间里 就无到了上乘武学 不愧是女中豪杰 人中龙凤 得天独厚 天姿卓月 还有 我刚刚还在想 九世破血刀平时都是排着队的 但我是不是可以 将这两招合并在一起用 据我所知啊 单刀的时候 你向左看就没有办法向右批 因此 两招并做一招肯定是不行的 除非 是融会贯通的大家 才能改良招式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我忽然发现 每次我服以不同刀射的时候 我体内的枯容真气 仿佛都是在提点我 刀中之意 李老寨主的刀意 落在无丰 李大当家的刀意 落在无匹 姑娘 那你的刀意呢 刀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 北刀似水 刀断不了水 那我又何苦 每次使出蛮力来对抗北刀 被北刀以柔克纲 反而消解了我破血刀的劲道 我要落在无常 不愧为难道的传人 周姑娘 你在武学上的悟性极高 我看青龙主应该很快会到 不如趁热打听 好 你不会是否同意 我却去 来 我不知道别人习武连功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呢可能是奔着开宗立派去的 有的人 可能终生 都使之不渝地追寻着天下第一 但阿斐这里 阿斐对武功有极强的兴趣 但对天下第一的称号根本不在乎 是啊 他争强也好胜 但这争强好胜的心并非十分执着 这说起来 倒有点像五六先生 没有会议 便欣然忘失 谢公子 真的很懂阿斐 咱们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不好 听这个声音 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再等等看 不一定能找他这里 他们两个这事 还需要多久啊 以他的悟性 倒也不难 只是这周围 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的破罗声 很容易扰乱他的心神 不知道 他还能不能扛得住 他还能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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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他们好像走了 看来我们那个假胡同 骗过了他们 也许吧 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好骗 希望还能再撑一会儿 记住 北刀断水蝉丝 刀法缠绵回局 但自有分刺方圆 刀断水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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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先拖出他们 你们太小瞧他们了 青龙叫的人耳朵 比一般人好使得多 你们这么小声说话 跟在他们面前说话 没有什么区别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小子还活着呢 等会儿把人交给主子 看他怎么收拾你 我们先收拾了这两个人 等等 你们可想好了啊 真要动手 什么想好想不好的 你们可真想好了啊 不要逼我动杀招啊 杀招 我倒是听听了 你怎么傻 我本来呢 是心怀慈悲地 把这个洞口堵上 不想让你们来寻死 结果你们 倒是真挺会寻死啊 等会儿把你舌头扯下来 看看你还敢不敢这么说 你们不就会点阵法嘛 其实这种阵法啊 非常地不堪一击 这种阵法 内涵五行深刻变化之力 一人击罗 引致敌方进攻 自视弱点 其余四人绵颜而上 这五人互为首欲 又与其他组互相交换 因此变化无穷无尽 知道此阵法的人多得是 是 这又在什么 但知道破绽的人 可就不多了吧 破绽 你不可能知道 就是站在前卫的金 如果金不稳了 其余四人也就不灵了 臭小子 是你告诉他们的 是你破坏的东西 我凭什么告诉他们呀 我跟他们又不是一起的 再说了 我现在还被他们点着 学动不了呢 殷公子 我们是不是一起的不重要 可如今我们 只能是一伙的了 你自己想想 如果我们死了 你跟青龙主待了那么久 你明白他的为人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你还不是死路一条 就算你知道了 刻铜锣镇的法子 可你的武功够吗 好啊 那就来试试 游医乡 是 有些试试 我看你的刀法像胡香一路 我看你的刀法像胡香一路 有些试试 不再笨重得很 不适合貌美如花的小娘子 我方才又琢磨了一下 还是觉得杀你很可惜 这样吧 你要愿意跟着我 你以前做过的一切 在我这儿都能一笔勾销 是吗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进来出去 都有人周到的伺候着 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 金玉珊瑚随便带的 总比你现在这寒酸的样子强嘛 那我杀了你的人 破了你的破罗大阵 这也能一笔勾销吗 跟你这漂亮的小脸蛋比 都能一笔勾销吗 好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呸 我就喜欢脾气爆了 你们这帮人真够可疑 居然派一个小丫头去对付青龙珠 你们是不知道这青龙珠有多卑鄙 太刺不了了 断水颤死 都这个时候了 那我都想挡了 没有 我跟尼珊瑚的 学吗 我那不是 只要脾气 我都想干什么 哎呀 我以为你办法 怎么办 你不过是个斜张声势 蜱黄两招 就会逃跑的生手 太难了 真让我刮目相看呀 你算什么东西 我又改变主意了 像你这样的人 凭谁见了都要毁掉 绝不能再让你练上 十年八年的功夫 你到达到现在 就这么一句听着最顺了 杀了你 还用不着我十年八年 惨狂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小心 他又贴身护甲了 怪不得我砍不动 我还为他刀枪不入呢 要不是他那破护甲 我早就把这老家伙的 胳膊给拧下来 干什么 帮你 帮我什么 挡刀啊 小白脸 看戏看够了 当年 蓬莱有一巧匠 据说双手可以点石成金 打造出许多神兵力气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沐云纱 据说此物通敌皎洁 不沾烟火 在暗处时 仿佛一片涌动的月光 入手极青 穿上它便可刀枪不入 据我所知 这件沐云纱 乃山川剑英文兰 为其夫人所定做的 阁下穿在身上 不觉得有点紧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有点好奇 既然殷家的东西 都在你手里 你为什么不是 第二个山川剑呢 你还知道什么 我无所不知 海天一色 那三寸不烂之蛇 是用来拖延时间的 不是用来作死的 陈勿主 有话好好说 不要着急 海天一色这四个字 哪个是你的仇人 赶紧告诉我一声 在下保证不提了 臭小子 是 是 是 我就知道他舍不得上我 是 是 你干嘛 五小姐 五小姐 你先推到一边 小心伤着 好 你不是已经废了吗 你认为被刀已废 所以你才如此高枕无优势了 郑罗胜 这些年来你在武学上毫无掌尽 看来也不是没有缘故 不愧是关外北刀 人都废了还能重新站起来 好 正好 我正愁无冤得见双刀一剑 倒得有多厉害 今天我倒是要见识一下 我这些年没有掌尽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北刀 能有多大的掌尽 有一事我先问明白 殷家老小死在你的手上 这没冤枉你吗 与你何干 事又怎样 无事又怎样 殷分了 那一代宗师 殷家壮上上下下上百口人命 却毁于一夜之间 这一刻 这个与我相干 既然问清楚了 事情就好办了 鸡云臣 别说你废了 就算你没有废 你也未必胜得了我 谁胜谁负 谁高谁低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今天 我要取你性命 我都要看看 你一个废了的北刀 能翻出多大的浪 谁 这都要变得你 你知道吗 尼少侠 如今你最想看到的 想必是青龙主死吧 谢公子果然聪明 如今这个局面 胜负难定 不如 我们联手 他那个真 快找菜了 就不告诉你 能不能换一句 先给他解决 放心好了 我既然答应结盟 言出必行 我一直以为 杀气便要疼疼 一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 真正的杀气 那是极优威极平淡 不显身不漏水 却无处不在 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之刀 留给几档下的时间不多了 搜魂针起销之后 不会坚持太久 我此番打动干戈 就是为了你这个小畜生 你竟然自己诉上门来 阿佩 这么不愿杀真的不适合你 小丫头 周姑娘 姐前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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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孙姑魂上身 成夜怪而去 搜魂针 有名大魂针 是关外的一种秘法 能叫人一日千里 死灰复燃 无论是多重的病 多药命的伤 都能盖过 但是 起死回生 三刻而至 周姑娘 在我临死之前 能与你过过招 将这段水蝉丝传下 我已经制作了 我已经不在意什么难道 北道 我记得 尹大侠曾经对我说过吗 往后这几十年 有的是你们 道山或海药庄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这些后生 无端舍在我的手上而已 姐姐妹 姐姐妹 阿北 对不起 我能换她 只有这么多了 走 走吧 真的没有办法救了吗 上也 我欲与君相知 常命无绝帅 天地何 乃敢与君绝 这些文人就喜欢五文弄墨 孙氏孙慈 倒不如我 挑遍武林高手 开宗立派来得受快 天下定义也好 本身孤明也罢 一切一切 到随风 凌少侠 你杀了青龙主 又搭上了齐大侠 你的大仇得报了 那么十余年的养育之恩 又怎么算呢 人都死了 正合他意吧 你也在这儿海天一色吗 我殷佩要做的事 你们管得着吗 这东西是我殷家的 可是被这青龙主碰过 我就不会再要了 给你了 给你了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扔了他 少侠 楚楚姑娘 你就先留着吧 这一路上凶险万分 你又不会武功 关键时刻还能保命 留着吧 渣客 一路上凶了 你只是想想想 还想想想想想想 哪儿 我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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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伤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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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周妃 铭记于心 前辈说 刀是做事用的 不是做人用的 在此 我也向您许诺 断水缠思不断 我周妃 必不负手中之道 易锦时 潇洒出风尘 昔如今 一批黄毒金眼之人 己大侠用金一生 去弥补这个错误 无论如何 至此也是一批勾销了 前辈的担当 晚辈着实佩服 希望来世 前辈还可以尽显风采 逆斩报复 齐大侠 我们都知道 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殷佩 希望她能够早日 理解您的良苦用心 回到正道上 不负殷家的侠义之名